这些年来 江南风调雨顺 雾复明风 百姓的日子一天胜过一天 农才亲自访查各地 称颂皇上的声音不绝于耳 更有人说 这是大唐以来 华夏少有的盛世 自然 并不是没有隐患 这些隐患 就在那些汉学子身上 他们留恋前名 私底下时常抨击朝政 对我大亲怀有二心 皇上 这是奴才拟救的一份名单 必要时不得不杀衣敬拜 否则难能长治久安 皇上 昨天奴才翻阅史书很有心得意 前朝元猛入主中原的教训 很值得我大亲借鉴 元猛不可谓不强大 但从 我大亲借鉴 忽必烈一统中原算计 不过 也就仅仅百余年而已 原因就在于 他们不能与汉民族融为一体 奴才以为 大清若要长治久安 就一定要融满入汉 我大清自前朝起就强调满汉议题 是那些汉学子不识实物 纳兰说得很有道理 以史为敬可知星体 只有真正荣满入汉 我大清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得天下义得人心难 要得天下读书人的心 有其难 朕已决定要设立博学洪如科 让汉人之中的宝学之事 能为朝廷所用 朕还决定 明天去拜业明太祖的林墓 这太好了 曹燕 你有没有得到清歌儿的消息 奴才始终在查访 朕还是十分惦念的 皇上 你要说什么 今天下午 奴才和这里的读书人 一起饮酒赴诗 席间有人提到一个女子 说这女子文采超群 常有佳作问世 皇上请看 朕将采芙芦 兰则多芳草 采之玉以谁 所思在 可芳 好熟悉的文笔 是啊 这娟秀的字迹 似曾相识 她叫什么名字 众人只知道 她叫婉儿 婉儿 嗯 这位婉儿姑娘 奴才也听说过 据说是一位当地富豪的千金 养在圣归从不出门 绝对不会是清歌 皇上若是想去看看 奴才这就去办 子清 使不得 怎么使不愿 汉人最终礼仪 何况是为姑娘 就是要她来 也最好有个说辞 你们俩速去更衣 朕这就去看看她 皇上 皇上 奴才打听到的 就是那所斋子 停车 我们走过去 皇上 皇上到了 奴才去把门叫开 子清 一看这里 就是个书香门帝 汉人最讲礼数的 千万不能冲撞人家 我们自扬州来 久闻府上小姐大名 但求一见 深军半夜的 你们当这是什么地方 我明天一早就要上路了 所以只后晚上前来讨教了 几位还是请回吧 别说是晚上 就算是白天 我家小姐也从来不见外客了 别别别 一点小小的意思 银子不当家 这是我们府上的规矩 你 这位门差大哥 你家小姐失明在外 我们是诚心诚意 前来切磋的 这样吧 这刷面上 有我新写下的一首小诗 门差大哥拿进去 请你家小姐指教一耳 我们在外面等着就是了 兄太 你 你不是说 我拿来醒得的名字 御满江南吗 闻人相惜 也许 这位小姐真能破例一件哪 我看违毙 皇上 这户人家怪得很 这通神的银子 也不管用了 这位公子 我家小姐恩迪 请你一个人进去 兄太 这怎么行啊 皇上准了 我去去就回 公子 公子请 小姐在上访 你只管去就是了 好 在下拿兰幸德谢小姐赐剑 请客 果然是你 你让我们寻的好苦 我 你什么时候到在这里 我猜到我猜到婉儿就是你 我猜到婉儿就是你 皇上和草荫就在外面 我不想见他们 只要你跟我说说话就是了 这是你 我们都老了 不 你还是当年的光彩 当初 你是怎么离开广东的 尚之星在反与不反之间几经反复 最后终究妙命过吴三桂 自然他不会杀我 可是吴三桂留在广东的特事 一直把我视作眼中钉 最后 我还是借着阿玛生前的安排 才得以脱身 那 那这里是 是我生父当年的一位智友 也是浅明的一位将军 他收留了我 到了江宁之后 我就改名叫了沈婉 沈婉 也就是你们知道的婉儿 这是让你受苦了 我知道皇上一直在找我 可是我 再也不想回京城 只想在这儿 迎信来明了此一生 这十年来 我无时无刻 都在惦念着你 这次能够见面 简直就像在梦里 你 你 娶了一位卢姑娘 你怎么听说的 我对你的一切 知道得清清楚楚 如今的奈兰性格 你是名满天下的文人 我不但知道你的家事 还知道 你那些筷智人口的好世子 你都读到了 整日陪着我的 只有你用心写下的这些章句 清儿 我知道你的心里在怪我 是我愧对了你 过去的一切 不要再提了 此生能够让我再见到你 也算了却了我的心愿 你真的不想再见皇上 皇上也确实真心 我知道 身为一个帝王 做到这一步的确不得不让人幸存感激 可是 只要想到他从前做的一切 我的心就像在冰冻里 人不该是可以送来送去的阿猫阿狗 就算他有一万个理由 虽然他是皇上 可是我的心 从未在他身上过 所以就算是见了面 我能跟他说些什么 还不如 就让他以为我已经不在人身 皇上的聪慧无人可逼 也许他已然料到 只要你也可否认 就算他心有疑惑也无可奈何 朕等不了了 叫他们把门打开 驾 开门 你们想干什么 想干什么 闪开 你们想不想干 这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我们小姐没有话 谁也要不算进去 放肆 住手 各位大哥 误会 误会 不要命的东西 皇上受敬了 怎么样 这婉儿不是清可儿 不是 的确不是 她是个才女 不愿见人 却是个仇女 不愿见人 也要谈得道理 对